竟于年二的原班人马重返舞台 使得众多的原著作者都为之欢欣鼓舞 主演张若云的知名度也随之水涨船高 然而 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 与戏剧里的范贤角色 完全是截然相反的 戏中他有三位父亲 尽管其中两人与他没有血缘联系 但他们都是他如同自己的亲生子女 范贤假装死亡的行为 使得这三个人完全陷入了恐慌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 他很难真正体验到父亲的关爱 除此之外 还受到了对方高达1.4亿的陷害 这对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紧张得如同水与火 甚至升级到了法庭上 虽然张若云外表光鲜亮丽 但实际上他隐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痛苦和苦楚 对于张若云而言 他的少年时光充满了阴影 仅仅两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已经离婚了 几名成年人因争夺抚养权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小若云时儿被带到这里 时儿又被带到那边 这种生活方式怎么可能被认为是稳定的呢 最后 他的母亲选择了单独前往国外居住 表面上看 他被分配给了他的父亲张健 但实际上 他的生活完全依赖于爷爷和奶奶 在他的记忆里 父亲从未存在过 对于他而言 这种生活方式几乎和孤儿无异 同时 他的个性也逐渐变得更为偏远 烫发和纯丁 身为一个学生 他竟然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小混混 尽管他稍显叛逆 但由于他的聪明才智 他在班级中的表现也始终名列前茅 尽管他最初的愿望是成为导演 但张导更希望他有机会成为一名演员 在从北电完成学业之后 他选择了加入他父亲所经营的公司 掌握了众多的高质量资源 完全没有必要从基层角色开始 在如雪豹这样的影视作品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这对所谓的父子兵表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 但实际上却存在许多不为人知的问题 张若云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已经变成了对方用以盈利的手段 张导的职业生涯蓬勃发展 他的感情生活也并未受到影响 很多年以前 他为张若云安排了一位继母 这个人就是刘备 然而没人预料到 在继母进门之后 张富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花心行为 尽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刘备突然转身与被称为五婚的张礼结婚 并且生下了孩子 遗憾的是 这位名叫张导的人也是个花心大萝卜 刘女士在极度伤心的情况下 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至于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他还在后面 经过了六年的时光 张健再次回忆起过去的欢乐时光 因此 他再次对刘备展开了追求 这两个人终于重归于好 重新走到了一起 遗憾的是 张健仍然没有摆脱他的花心性格 不久之后 他与一名女演员的绯闻传出 这使刘备彻底醒悟 并坚定地决定离去 如果说张健之前的感情经历 仅仅是个开胃菜 那么下一步才是真正的焦点 那一天 剧组意外地迎接了一位 出生在90年代的年轻女演员 名叫冯月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张导竟然对一个 比他年轻32岁的小女孩产生了兴趣 他年纪比张若云还要小5岁 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融洽 通常被称为兄妹 这位被称为好妹妹的女子 与他的父亲之间的暧昧关系 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张若云在现场大发雷霆 不只是离开了他父亲所在的公司 还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我不打算再参与你的拍摄 在没有父亲的鼎力支持下 他的资源明显减少了许多 在那个时期 甚至基本的温饱需求 也变得异常艰难 只有当一个人出现时 他才得以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这位个体 确切地说是唐一新 这两个人初次相遇的经历 听起来也相当引人入胜 一场倾盆大雨和一次追尾 是故意外地将这两个人 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那个时代 这两个人都是不太出名的年轻演员 在事故发生的那一刻 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愤怒 尽管如此 这两个人还是以极大的耐心 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出乎意料的是 在不久的将来 这两个人在同一个剧组里 又一次碰面了 张若云的职业生涯 也逐渐展现出积极的迹象 从他的作品《无心法师》 到《法医秦明》都有所涉猎 他凭借自己的能力 展现了这个角色 所具有的独特吸引力 然而 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 无疑是19年上映的庆余年 在剧中 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穿越者的角色 他的表演技巧 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正是在那一年 他和唐一新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关于离婚的具体地点 那是在爱尔兰 那里离婚的难度极高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生父在这个时刻 为他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张若云的父亲被称为老赖 他的6000万资产被强行冻结了 张若云因财务问题陷入困境 需要支付1.4亿的赔偿金 在那一瞬间 各种不利的消息迅速传入了人们的耳中 张若云在一段时间内感到手足无措 但在彻底了解了所有情况后 他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父亲提起了诉讼 接着他发布了一篇文章 深入探讨了自己亲生父亲的内心世界 可惜你不配 尽管断绝了父子关系 尽管自己是受害者 但只要父亲有事 张若云便会被卷入其中 这一点大家也都看到了 尽管张健这次的债务与张若云毫无关系 绝大多数人也都理解张若云 但仍有人对他不帮助亲生父亲偿还债务提出指责 有人甚至认为 如果没有亲生父亲 张若云就根本无法进入演艺圈 这种想法真的很可笑 毕竟张若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 难道就不能在演艺圈立足吗 难道娱乐圈里的所有演员 都必须要有一个当导演的父亲才行吗 在与父亲相处的那段时间里 张若云经历了许多让他心生含义的事情 尽管具体经历了什么 我们并不得而知 然而 从他胳膊上被烟头和水果刀留下的伤痕 可以看出 他的生活并不轻松 谁会想到张若云比范贤还要可怜 但幸好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开朗明媚的唐一新为张若云的生活带来了温暖 愿他未来的人生一帆风顺 顺便说一下 张若云的亲生母亲在离婚后很少见到他 之后他也重新组建了家庭 并且有了一对孩子 张若云长大后第一次去见妈妈和弟弟妹妹时开心极了 直到很久之后才得知 原来妈妈从未向他人提及过有他这样一个孩子 他的弟弟妹妹一直不知道他的存在 然而 出于对过去感情的考虑 他最终决定撤回那份文件 张若云在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使他变得异常坚韧 如今 他已经完全经历了一次蛻变 拥有事业和家庭 愿他和唐一新的生活永远充满幸福